接下来要问电视机前您一个问题 武侠小说当中哪种兵器最厉害呢 它可不是倚天剑 更不是屠龙刀 而是杀人于无形当中的内功 如今美国研制出来了一项秘密武器 这种武器的威力堪比武林内功高手 看不到听不到还闻不到 但是你不得不快跑 这是什么案件 告诉你吧 它就是美国军方近期公开的一种新式武器 它可以发射强烈的电磁波 让对方突然有难以忍受的热感 主动躲开 它的名字就叫做主动拒绝系统 实验者说被它射中仿佛置身烤箱 拿木板挡完全没用 拿床垫折挡一样无济于事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一千米 如果用在战场上 敌人应该还没有见其踪影就得当逃兵了 设计者透露主动拒绝系统 和日常所用的微波炉原理相似 不过它采用的微波频率 是普通微波炉的一百倍左右 会让人极度不适 却不会造成伤害 主动拒绝系统 还有很多姐妹 都是使用电磁波的能量制线上的武器 其中一种在电影《黑客帝国》中出现 人类飞船发射一枚电磁炸弹 敌方的电子污贼就全部失灵 目前有许多国家正在研究 拥有巨大能量的非致命性电磁炸弹 它可以让所有电磁产品在瞬间失灵 今年来非致命性武器激增 从最开始的辣椒喷雾气 催泪炸弹等警用非致命性武器 到现在战场上也频频出现新式的非致命性武器 闪耀的智芒枪被击中后会暂时性失明 但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损伤 机关感应等离子屏障 同样看不见摸不着 却是一道空气墙 强行穿越的人会不明不白地体验一次过电的感觉 改良型泰色强 当子弹击中胸口时 可以先将肋骨打碎 随后还会对伤处进行电击 为何非致命性武器发展如此迅速 难道未来战场真的更温柔 中国军事主编吴歌认为 现代战争的对象和目的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这个战争的主体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往往面临的是这个非国家的这个战争主体 有很多非军非民的作战对象在你面前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也在变化 我们不一定战争不一定是像以前要攻城掠地 或者抢夺什么资源 我们现在发现最近这些年的战争 就像美国他要维护他的这个国际秩序 另外一个还就是说战争的成本观念也在变化 这主要是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说的 一方面就是说他自身这个人员伤亡不起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成本呢 就是战争的道德成本 就是说打一场战争 如果杀人太多的话 其实会受到很多方面的谴责 就是说战争的道理